而是普京為首 Simon Hanger 說起 德國的經常性 送武器是無能為力的 甚至跟你說錢是買賣的 另外有些國家依然是這麼有雷氣的 例如我們說澳洲有雷氣 你沒想過 凡是Anglo Section的後代 都真的比較有雷氣的 例如加拿大 加拿大又送車 加拿大這次 就給裝甲車 它又是和澳洲一樣 澳洲我們上次跟大家介紹 那個Bush Masters 有機會我再跟大家介紹 這一架叫做Sanitar 很有趣 參議員 很過癮 Sanitar就會給5億 過去烏克蘭那邊 5億裏面包就是我們剛才說 這架Sanitar的ABC 這架是裝甲運兵車來的 老實說這架車 你就這樣看它的規格 老實說你也看到了 一架車最多就擠到 我想八至十個人 老實說運兵 要有什麼攻擊力 老實說沒有了 有都是移動的槍 機炮、火炮、移動的 即是可以擠得上頂 看它這一款都應該不是防爆的裝甲車 因為它的底盤不夠高 也不夠大份 但是不要緊的 為什麼這麼多國家喜歡送裝甲車 便宜的嘛 你不需要有這麼多連七八糟的 又滅炮 又火苗系統 又光苗系統 就像坦克那些主動防衛系統 很麻煩的那些事情 你那些後勤搞不定的 所以送裝甲車呢 其實對烏克蘭都挺重要的 因為大家知道 在東部頓巴斯那邊 真是一馬平穿 無險可守的 你沒有理由叫那些人行軍 拿隻腳或者 拿卡車去坐 現在是吧 你起碼都有一些裝甲保護 所以送裝甲車就對了 這些加拿大送的都是好東西來的 是啊 因為如果我們不用裝甲車呢 大家有沒有看中東的戰場呢 中東的戰場呢 他們的運兵 還有他們的武器 那你不經常用那些Toyota的Truck 上面就是搭子跑 所以你不經常都看到 咦為何經常都有Toyota的Truck 然後呢 尾那裏就坐幾條人 拿支槍 大哥 他不是不想要裝甲車 他沒有嘛 那沒有就怎樣 就現成了什麼就改什麼 這些是人類的創意來的 不過老闆那些創意呢 都留給那些 那些真的用命薄 那些是小口徑 五六都可以打穿的 大哥啊 你起碼都有最基本的防線 對吧 所以其他國家都捉路捉對的 送裝甲車好的 還有一架都不是太貴 對不對 相比坦克啊 甚至是防空系統啊 都便宜很多 是啊 還有始終呢 就是你看這些 運兵車 裝甲車呢 又可以做少少少後勤的 那有時候又可以當它是那些 叫做什麼呢 就是戰場的Amblutance 這樣使用 這樣 其實很厲害很用的 就是你問我 我覺得它多用途的 運兵是少了一個 運一下後勤的東西都可以 對不對 保護一下後勤車隊 去也可以 那它本身也挺厲害的 就是現在的車很厲害的 就是生化核呢 三樣東西都能防倒的 所以裡面的人呢 又很安全 就是如果呢 我們說馬里烏波爾 可能是有生化武器的嘛 是 那你不肯定 接下來烏冬有沒有的 那如果有呢 那這些裝甲車呢 其實現代那些呢 澳洲都是 其實生化核呢 三樣東西呢 它都能擋到的 那所以就起碼首先 一線的人員呢 就是先是可以 坐上這些車 撤離了那些地方先 就是我們不要說 進去戰場進攻那樣 你撤退撤離呢 你也有個安全的載具 可以載它們走嘛 那甚至乎 如果可以有餘力的 再疏散平民等等呢 也可以啦 所以這些設備呢 其實都很好用的 就是很好用的 真的沒想到 加拿大都這麼久的 就是杜魯多 你問我 我總覺得杜魯多的人呢 他也沒去到舒爾茨呢 但他也經常貴的 他經常貴的 這個人 就是那個 膝蓋光不太好 所以如果這樣 我有提醒我們 加拿大副總理 是烏克蘭籍來的 一定 梁家當然比你的老闆更重要 況且現在照妖鏡 怎麼都要做些事情 所以呢 這個都算是一件好事來的 我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只要每個國家持續不斷的 有這些援助過去呢 這個就是能夠維繫 烏克蘭他本身的 對俄羅的抗爭 和他本身的民生的生命線 其實現在說到實話 他差不多是和全球 就是主要的西方民主國家 綁在一起的了 沒有他們幫忙呢 他就有些好像當年的抗日戰爭的 中華民國政府 你真的要靠外援大量的來 大量的泵血 才可以繼續維持 因為國際銀行 還是哪裏他們都預計 烏克蘭經濟沒有了45% 你唯一一個國家的經濟沒有45% 你怎麼重建呢 真的 你只有靠外援 況且你還在打仗 就是還沒打完 是 是 這個也是幾糟糕的一件事 是 另外我們也看美國這邊 就是拜登也有機會 明天開始又有錢扔下去了 7億5千萬 哇 真是圓圓不絕的 真是每個星期和你輸一次血 7億5千萬 我們好像幾天前已經說過 又有一筆了 現在又7億5千萬了 軍事援助 包括什麼呢 重型的地面火炮系統 是不是就是流彈炮 我記得應該比哈瑪斯 比哈瑪斯好一點 真的要比哈瑪斯的話 這場仗會好很多 如果比哈瑪斯 有機會是少少扭轉 因為哈瑪斯真的很好用 而且他的機動力好 填彈快 所有的都是現代 以火炮來算是先進的武器 如果甚至乎他可以有無人的 那些給他在那裡試一試 不知道可不可 這個試驗 就應該是一個很大的試驗 因為你用無人載據去做 可以經常在那些地方埋伏 真是有機會擊毀他們一定的車隊 所以這個都 這個都真的幾 今次這個 希望有 或者他給其他的火炮系統 我想M777不會給到吧 那些過分先進 那些要美國佬自己來搞才行 不知道他會給哪些系統過去 但是他說到有火炮的 其實在烏冬的情況 其實是非常需要有火炮的 因為我們之前說過 就是烏冬那邊 其實他們打了整八年 他們有很多永久半永久公事 和戰豪都已經 每一層層層疊疊 已經預備好了 當然也有消息說 其實如果這場仗 俄羅斯不發起的話 他們是準備反攻進去這個頓巴斯地區 就是反攻進去那些叛軍的地區 所以那邊是準備得很好的 但是在這些這麼平 一帶平原的地方作戰 你一定要控右 你如果沒有控右 你起碼都要有這個炮擊部隊 來維持你的戰線 如果不是的話 人家一堆坦克衝過來 其實你有N-Law多都不一定是好事 你一定是有炮擊部隊 維繫著你整條戰線 不要崩潰才行的 所以美國肯送這些 也是看形勢看得很準的 我看看他到時候送什麼 就是如果有哈馬斯的話 那就精彩了 俄佬真的是跳腳 因為哈馬斯的重點不在於他的詳情 或者什麼 在於他的精準 你有無人機的話 你一炮打過去 打爛到他的補給中心 或者指揮部 好過你胡亂轟炸 真的 是啊 因為他是精準的 他最新的那隻 是梁菲那隻 ATACMS那隻 台灣都說想買了 那隻厲害 那隻300公里還要精準 真是精準打到你要打目標 這些恐怖 不是你傳統那些 那些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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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台海用就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 怎麼說呢 比烏克蘭就實在好像有些大財小用 他用普通那些射程 大約100公里左右 那些絕對足夠 真是 主要是精準 是啊 再混合他自己的那些 混合他自己的BM21 BM30 那些瘋子 應該挺好的 再加上呢 現在呢 美國很過癮 美國的防部 他們接下來會和八大美國武器製造商開會 就是我們經常說 Locky Martin Raceon Norah Groupman 你和他們談談什麼呢 是不是談做武器 是呀 討論著呢 如果這一場戰爭呢 假設要打很多年 喂 就說大家的武器需求 嘩 這件事肥仔 武器的 軍火箱 真的笑到抽筋 真的這樣搞下去 是呀 真的這件事怎樣 如果突然 如果這樣 不如Locky Martin 你負責這樣 Raceon Norah Groupman 你這個 波音你這個 哇 在想著 大家怎麼做些事情出來 就上戰場 真的 真的 是的 大家都知道 美國軍火箱 賺錢 就不是賺很多 我老實說 因為那些股票都沒有 不過 他們的 他們主要是 對於各州的就業 你那些的稅款 那些對於政府來說很重要 所以他們為什麼影響力這麼大呢 這個是其中的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當然是 就是他們本身跟美國國防部 CIA FBI這些 盤根挫折 互相之間的人員都很多時候是 基本上是同一班人來的 今天去國防部 明天去Locky Martin做事都很常見的 所以這個是 所以他們是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的 那 大家先拋開所有人道主義亂七的事情 你們想一下 就是作為一個軍火箱 哇 打仗 還要是打大家 不是小仗 接著他看著社會長期做下去 那 你打仗很簡單 你有軍火 你有彈藥 你要有 頭盔 你有避彈衣 你有戰場的救護設施 你有戰場的補給 MRE 崩帶 所有的基本上 在戰場上的衣食駐行 全部都可以是軍火箱發財機會來的 所以他們開得這次會 我對他的定價 定義就是什麼 就是分餅仔 分蛋糕 Radeon Locky 這份你的 好嗎 可能Northam在扭計 你擅長做什麼 我再和烏克蘭談談 他要不要好不好 分餅仔 總之就看看誰 咬得多 就拿多些糖果吃 是啊 而且我總是覺得這次 有些波斯灣戰爭那種影子 有些新武器 有機會可不可以 嘗試登場 看看它的效力 最好的地方 就是你還要不用 用美軍自己的人去做 可能可以交給烏克蘭去做 當然我們都要看武器 先進的複雜程度 例如美國陸軍 三民領 美國陸軍是有很多 先進的project 是在做的 包括他們的PRISM飛彈 即是500公里 又或者他們有其他 什麼長程火爆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自走榴彈炮 我們常說自行炮 但是它那個是增程的 一射 正常是射十多二十公里 最多就是30公里 它那些一射 就在說50公里 50公里開外 神經病 它如果將這些 我們講的重型地面火爆系統 會不會最後是我們想不到的這一種 一送給烏克蘭 一射射你50公里 這樣打過去 真是 又真是很誇張的 你說操作使用 當然都是一個 訓練都是一個位置 所以你問我自己 有些些寄望 會不會有機會陸軍 一些新玩具 現在的concept 可能開始進入 Ioc是沒有的 找些人試一下 在戰場上 有沒有機會交付給烏克蘭 一個兩個 不多 讓你試一下操作一下 這一支大型的 你說以前的帕拉丁 那些都夠了 這些新型 在真正的戰場上 試一試它 尤其是俄羅斯 這次簡直就是俄羅斯 經常針對目標 如果是 就真是正 是啊 國防部的部長 都放風 當然 它的原話 就是他們會提供一些武器 就是 A little more range and distance 即是射程比較遠 如果真的是火炮 或是說自程炮 自走炮 這些就一定會有 那武器 也有可能 那哈馬斯 我想是 其中一個夢想 可能 未必有 因為哈馬斯 牽涉後勤 和訓練 比較多些 但是如果是武器 的話 或是說會不會給M777 這些也是 好東西 就是M777 榴彈炮 這些也是 精準到無論 射程又夠遠 對嗎 是 等一下 看回資料 就是 它一分鐘可以打到去7發 Effective range 差不多可以都有30公里左右 其實足夠了 30公里在戰場上 因為這些只是別人打你 你沒有份打人 是啊 不過M777就要想起後勤 即是你怎樣帶它去戰場 因為它就不是自走 是 那變成了以往就是用Sinook 就是帶它 這樣 變成它們要有 不過都無所謂 因為武漢蘭也有米 聽我們說 之前是米 米17 米什麼 那些 就是會帶它們去飛 他們有幾架 即是美國送了五架給你 或者是 我們之前 就是台灣都有買的 這個M109 不需要買最新的A6都可以的 不用A7的 都是 都不需要去到最高 155毫米炮 大佬還要是 即是它主要是自走炮比較方便 不用專門有其他的車來牽引 這個都是好東西來的 你想想 155毫米炮 它的range大概都可以去到 看彈藥可以是20至30公里的 這個是比較近戰的距離 還有對於這個對方的裝甲部隊來講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真的要看他到時給什麼 因為一下子7億的話 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單 之前我們說 他的1億主要是集中在JAVELIN 即是單兵的這個反彈武器 可能他們的戰狼 看看是不對勁 這樣打下去 就是你除了有防守 你都要有進攻火力才行 可能筆數一下子去到這麼大 很明顯他給武器的單價也會急升 我們看看都有可能是這款 或者是我們講的M777 M777也是一些 M777在美軍手上威力很大的 因為他可以隨時用這個選擇 來調去其他戰場地方 但是烏克蘭就麻煩一點 因為這個對他們的直升機部隊 就要求比較高 但是始終你如果在後方走來走去的話 這個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個就牽涉到後勤訓練的問題了 因為這些始終是西方的頂尖武器 烏克蘭之前肯定沒有用過的 那你訓練都真的要訓練一段時間才行 所以要看他到時的套餐是什麼 那如果給哈馬斯就 大佬更加不用說 這個是俄羅斯那邊會跳腳的 真的 是啊 這個也是 另外 三比我們已經說了法國很久了 法國現在好像放風說 他們又會有些軍事援助 會有1億2千萬歐元的軍事援助 會出來 包括有衛星的資訊 可以跟它共享 有些輕型的飛彈 甚至乎有一個我們叫做 單兵攜帶的防空飛彈 就叫做西北風 那就是他們有這個 的防禦 就是我們說的man pack 他都會有 但是數量就不多 原因就跟德國一樣 沒有什麼負存 現在他們都不流行 還有法國會向烏克蘭的部隊 會提供燃料 會提供軍裝 會提供武器培訓的課程等等 那麼最好 就有美國幫它運輸 我覺得最重要是這句 就是透過美國 在隔離協助完成運輸 就是自己是不出那些運輸機的 是想用美國的C-17幫他們 整班帶過去 那其實是不是 是不是怕死啊 就是美國的機 你自己這麼近 是啊 你還要美國的機器帶你去 他自己有運輸機 發覺大哥 話說回來 他自己也很近 你運過去不用死吧 不用像德國佬那樣 這麼怕事 運到邊境 還要別人來拿 我先看是不是 唉 真的很奇怪 他們自己還要別人運輸機 自己家門口搬東西送給別人 就叫別人叫車給他送過去 中間出事又不關我事了 美軍自己搞定 真的很怕死 不過都好 始終肯送東西都是好事 法國佬其實 這件事暴露了 其實你歐盟或者北約 你有什麼可能沒有美國 美國不要說出兵打 只是那些運輸機 你們就全部都靠他 是啊 你自己也有運輸機 他們Airbus也有 有A400M 很厲害 總是要美國幫你 這麼萎縮 所以你說你之後 怎麼指揮歐洲那些靚 大哥 你有沒有個人站出來 像大哥的樣子 唉 這個真的是 所以我們見到 軍門其實全球都現在 陸續多了 扎連司機真的影響到 大家就陸陸續續 其實你有什麼 你真是有壓力的 我覺得現在每一個 先進國家的領袖 都有一些壓力 就是跟國防部長開會 你幫我點一下 有什麼 看上去又很好看的 送得出街 又不會肉酸 你不要想加上雜餅 大哥 你送曲奇餅 送個貌廁都是貴的 大大件的 起碼都能見到人 有標槍就送標槍 沒有 送一些AT4 送一些飛彈帽 房系統 一個頂到十個 送一個房系統 其實大家都在手掌這些 所以其實 歐洲現在很多領袖 其實壓力都很大 送不到東西的壓力真的很大 送不到東西還要出口術那些 就沒有壓力的 大家都看得穿的了 是 Larry兄我們在說這件事 我們在陶醉看這個 HIMAS的 那些ROCKET TYPE 就是MLRS 整個FAMILY的MUNITION 軟糟糕的 NOKY MARTIN的資料 軟糟糕的 都可以打到 看看 是 因為它是200磅的彈頭 一套哈馬斯可以裝6個 每一個的話 都是135公里以上 喂 足夠了 真的 足夠了 現在很多 俄羅斯那些 都是大概射到80 至120 左右 只有130多 你比它更長 就是它BM30的Smerger 你比它更強 所以其實鬥片是有好處的 是 它可以看彈頭 比如說有些是長程型的 有些是碎片型的 就是單兵殺傷型 有些是一般的 200磅單一彈頭 射程都是70至150公里左右 絕對夠了 大家去想想這件事 它整套系統 它自己是有網友問它的裝填方不方便 其實很方便的 它自己 本身上面 就有一個 一個的單元就是 六個火箭的 六個火箭之後 它每一套的發射車 其實它後面還有裝 跟著的後勤車 後勤車上面 就有兩套的這些發射的裝置 這兩個發射裝置 它本身設計 就已經有一個 類似一個自動裝置 那樣的 它是 可以是發射車 它自己 來到有一個自動裝置 可以裝填 可以等於 好像大家的左輪槍 推出出來 然後裝進去 其實很快 而且大家要知道 這件事 你在一大後方 你不是那些火炮 狼射 它是只要有前面的無人機 精準告訴你 方位之後 它是可以 施然地打過去 你拿什麼擋 是不是 鵝佬 鵝佬會擋到一些 你擋不了那麼多 還有 鵝佬很多時候 對這些東西 就是它也都 現時它這麼多的軍備 它想再補填 它之前的防空系統很難 況且這些火炮系統 也是相對比較難防 是 很難用無人機 都用到 都幾 用到幾 有手感的 你應該是 Mark Hain 我們上個禮拜都跟他說 其實他看中 就是Puma 那個無人機系統 就可以再飛得遠一點 那個對於校正火炮射程 就更加好 其實比Switch Blade更加好 那個看看有沒有機會 會有得送呢 就是如果這樣看下去 因為這場戰爭 如果他們的分析是去到年計 就是 可能隨時要打到下年 那他們送軍火 還有很多個星期可以送 那變了 我相信到時就送送客 都不可以送的了 就是去到某個位置 就開始問你了 我覺得 美國佬在這方面是最厲害的 他不會問你買的 他會跟你說 你以後的一些礦礦 或者其他的經濟上的異價權 歸美國佬 是 那樣就是最陰險的 那樣很陰濕的 那這個就不只有美國佬專利的 現在很多國家都在抄 那這個就不只有專利 那所以 我想很多國家 都是想這樣做的 那看看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真的 那這個異價這些呢 就很生意 那還有 三文廷我們最後講一下 消息也還有的